1 2 3 4 小朋友真的很厉害 就让我心里就那个热血 就想说我要不要试试看 回来搜搜看有愿意继续练的孩子们 我们就会慢慢培养 看到小朋友在田径场上奋斗精神 感染了也曾是田径好手的谢君翰 从此田径魂带领部落孩子们 再次奔跑在红土上 教练谢君翰104年来到坚实国中教书 当时田径队还只是个社团性质的队伍 但经过严格训练 近年也慢慢缴出不错的成绩单 学校也把田径纳入正式体育班项目 成立三年多的新竹坚实国中田径队 在教练谢君翰每日的指导之下 学生的成绩是逐年进步 不仅拿下国内多项运动奖项 也培育了在地的田径人才 谢君翰把田径梦想交托在孩子身上 除了平时清晨与下午的基础训练 有时还会带着选手以地训练 或是把家乡道路当成训练场地 加强队员体能 无畏风雨适应各个赛事环境挑战 而每次比赛也训练他们的挫折容忍度 暑假或寒假都会有一地训练嘛 转换不同的心情去别的场地这样跑 觉得那感觉很棒 也可以在跑步过程中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事物啊 为了随时掌握选手训练进度 教练把选手带在身边 在训练上和生活上即使予以指导 虽然团体生活过多过少是一种经济负担 但薛俊翰说只是多准备一个碗筷而已 重要的是他们人生目标规划与品格的养成 你必须要一步一步一步带领他 从一开始小的目标告诉他 周的目标告诉他 慢慢慢慢引导到他这样子 然后看到很多成功的运动员 他们是怎么样努力来的 努力之后可以得到什么 有人生的目标 又可以突破自己 然后也可以在田径这方面学到很多的知识 对于课业方面 校长表示利用每周六上午 让选手参与课业辅导班 及不定期家庭访问 让家长了解小孩状况 支持学校共穿双赢 随着政府及社会资源依注 田径队知名度逐步在田径领域打开知名度 所以这几年的这样成绩看下来 我们在全国的赛事 不管是说是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全中运的比赛 我们都有拿到很好的成绩 甚至这里面我们有毕业的校友 还临选为国家的代表队 为了备战今年七月份的全中运 选手每天加场训练 要把练习成果在田径场上大展身手 继续为坚持国中田径队 在起跑点哨声响起后 迈向冠军之路 约时新闻 古宋物流新竹坚持采访报道